虚无 只叙事所造之我 即过去生中之罪我 我根据前面 生年必胜 里面讲最后一句 除 无你是我 即毁谤佛法 他里面有这一句 这一句念了的诸节 诸得非常丰富 赢很多古达德的解释 最后我们看到 善导大师的主节 跟别人解释不一样 善导大师解释 因为 无你是我 毁谤佛法 是一切罪业当中极重的 佛这个说法是希望人不要去做 是这个意思 不是造这种罪业人不能往生 还是能往生 就希望你不要做 所以用意在此地 那么就 我们就可想 现前造 无你食物 毁谤佛法 只要承认 只要承认错了 回头了 还是回往生 这才真正教极乐世界 真正趁得上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真的是普度一切众生 不知道的 没有受过 圣贤教会 从小没人教过 现在的社会 混乱 学坏了 他居然造了 无你食物 居然造了 毁谤佛法 能不能往生 能 肯定的 只要他回头 只要他认错 回头认错 当然 这一步经就重要了 他真的听懂了 真的看明白了 这一下回过头来 绝点 大神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